这部明明只靠特效就能经验世界的科幻剧志 却偏偏因脑洞过大而反被无数人吐槽 因为在这其中 你不仅能看到蒸汽朋克与废土末日般的场景设定 还有传统的星战 机甲 虫洞穿越 太空割剧 甚至还有白雪公主与七个外星人 时尚时尚最时尚的我的太空滑板鞋 在我们无法观测到的宇宙深处 存在着无数高等智慧文明 而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也仅仅只是高等文明用来圈养食物的牧场 就像眼前这颗刚刚被收割完的萨林太星一样 地球也同样是属于宇宙最大势力阿拜萨斯家族的私人财产 在家族掌权者前任女王意外去世后 整个家族的财产被女王的三个子女分割 长子是长得像空虚公子的装逼犯 继承了家族中最富裕的包括太阳系在内的所有星球 二女儿是喜好童话城堡的闪亮老妖婆 继承了次一级的生态星球 那么理所当然 次子一定是生活作风不好的败家小白脸 她所继承的也都是些资源匮乏的边缘星球 原本没有利益纠葛的三人还能维持表面的和谐 直到这个普通的地球女人出现后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她叫朱毕特 她的专业是清洁马桶 靠着这一手绝技养活了一大家子人 但她也早已厌倦了这枯燥无味的生活 向往星辰大海的她 为了筹钱买一台天文望远镜 在其表哥的怂恿下 答应了去做捐卵手术的建议 可她还不知道的是 她在黑诊所的登记信息已经泄露 先是一名狼族基因改造人凯恩偷偷前进诊所 通过名单确认了朱毕特的基因 接着另外三名赏金猎人也在同一时间将诊所包围 楼内的凯恩敏锐地察觉到危险逼近后 立马掏出手枪 接着撑开能量护盾 最后再将滑板鞋激活 依靠着灵活的阻位 凯恩成功将一名敌人击伤 接着从容不迫地直接脱离了战场 很快 到了朱毕特的手术时间 可当躺上手术台的她就发现了不对劲 医生将她的四肢锁住后 她竟诡异地悬浮在了半空之中 惊慌失措的 她只听到医生确认了她的基因 接着就准备直接将她杀死 幸好在危机关头 脚踩滑板鞋的凯恩突然冲了进来 原来这些医生都是外星人假扮的 凯恩将最后一名敌人解决后 带着朱毕特来到了一栋大楼楼顶 看到朱毕特依旧是一脸防备的紧张模样 凯恩也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了她 原来朱毕特就是阿拜萨斯家族的前任女王转世 为了防止继承的遗产被收回 长子派人来到地球企图将她杀死 而凯恩则是次子派来地球特意保护她的 听到这里的朱毕特更加懵逼了 她做梦都没梦过这么夸张的事情 但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 她也只能跟着凯恩继续逃命 可就在凯恩带着她准备登上飞船离开时 长子的手下再次出现 直接将凯恩的飞船击舞 被打了得措手不及的她立马激活身上的装备 刚将半空中的朱毕特就想 外星舰队密集的火力就从身后起来 凯恩凭借着时尚的滑板鞋和自身高超的车戟 惊险躲过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接着她又强行抢下了其中一架战机 至此猎物彻底转变成了猎人 随着最后一架敌机被击毁 凯恩背着朱毕特也完美落地 到了第二天 凯恩带着她准备低调地逃离这座城市 而在他们身后 所有被摧毁的建筑都在逐渐复原 就连目睹这一切的人类记忆也都会被抹住 很快凯恩带着朱毕特来到了一户农场 他的老上司强哥就隐居在此 机友见面果然格外热情 两人二话没说就先干了一架 还在看戏的朱毕特突然被一大群蜜蜂围绕 更神奇的是这些蜜蜂竟能被他随意指挥 强哥见此一下子就意识到了朱毕特的身份 因为除了小龙女之外 蜜蜂也只臣服于皇族 随后在强哥给凯恩聊伤事 凯恩后背的伤疤吸引了朱毕特的目光 听到强哥的解释 他才明白原来两人都曾是太空警署神盾的成员 但因为特殊原因 凯恩袭击了一名皇族后 他的翅膀被军事法庭收回 而身为他上司的强哥也一同受到了惩罚 但只要能成功将朱毕特安全带回去 两人就能官复原职重新拥有翅膀 接着强哥立马联系了太空警署 可由于整个地球都被封锁 他们的飞船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到达 为了能安全地度过今晚 凯恩来到仓库准备武器装备 另一边的强哥也将人类的起源告知了朱毕特 原来早在十亿年前 人类就已经诞生在一个名为欧诺士的行星上 而地球只是在他们星际大扩展时期才得以被发现 那时候地球的主人还是恐龙 为了星际殖民和发展资源 当时的人类消灭了所有的恐龙 并在十万年前由阿拜萨斯家族用人类基因 结合地球当地物种才创造出所谓的地球人类 但他们的目的也仅仅是等到人口超负荷时再进行收割 这时朱毕特感受到周围密封的异常 同时凯恩也敏锐地察觉到有敌人逼近 看到强哥将朱毕特带走后 凯恩对着前方开始无差别的伤手 成功逼出敌人的身影后 他飞快地将两人解决 另一边刚解决掉几个小卡拉米的强哥 却被风波枪一枪轰飞 逃进玉米地的朱毕特也接着被一枪放倒 围上来的小卡拉米刚准备将他击杀 另一波势力的赏金猎人及时赶到 成功完成干渴后 他们带着朱毕特登上了飞船 赶在飞船启动的前一秒 凯恩及时地冲了出来 一把抓住了飞船的起落架 随即飞船就来到了二女儿所在的生态星球 原来他也基于这朱毕特即将拥有的巨额财富 他格外热情地向朱毕特自我介绍 又带着他参观了女王的雕像 他告诉朱毕特自己已经一万四千岁了 而他母亲如果不被人谋杀的话 到现在也都快将近活了十万年 看到朱毕特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他又特意为朱毕特展示他变年轻的过程 只见他将全身浸泡到水池内 重新站起来后竟瞬间回到了十八岁的母娘 他接着告诉朱毕特 对于真正跨入星际的高级文明来说 时间才是唯一宝贵的财富 也是唯一值得付出一切争夺的资源 而水池内的生命原液就拥有挣脱时间束缚的作用 甚至能让人永生 接着他又开始跟朱毕特画比 描述着等他继承了女王身份后能够得到的一切 可还没等柄消化 潜入城堡的凯恩就发现了朱毕特的身影 单枪匹马的凯恩冲到两人面前的同时 赶来的侍卫也将他团团为主 但忌惮与凯恩已经联系了太空警署神盾 二女儿也只能无奈地将两人放走 不久后 神盾的飞船带着朱毕特来到了人类起源地欧诺氏星球 同时这里也是星际政府的所在地 朱毕特在星际律师的陪同帮助下 靠着人类刻在骨子里的人情往来 才终于走完了所有的程序 最后 当他被盖上女王的专属印章时 也就意味着他已经正式继承了女王的身份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突然背叛的强哥暗中勾结了前任女王的次子 朱毕特随即就被带到了次子的飞船上 身为败家小白脸的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忽悠 所以他先是带朱毕特参观了他存放生命原液的仓库 并告诉他原液是用人类的身体制造而成 每提炼一个单位就需要消耗一百个鲜活的生命 他继续告诉朱毕特 他的母亲就是因为想要停止这些杀戮而被谋害 所以现在他也想要完成母亲未完成的事业 接着他又以阻止地球被收割为由 顺势提出让朱毕特嫁给他 被一番糖衣炮弹彻底打蒙的朱毕特 在不知不觉中就答应了他的求婚 可他并不知道的是 只要两人完成仪式婚礼 他就会第一时间杀死朱毕特 随后次子又将凯恩流放到死亡地带 在舱门打开的一瞬间 凯恩顺势一脚踢下几个太空服 利用滑板鞋熔断了手铐后 飞快地将太空服贴到了胸口 在太空服氧气耗尽的前一刻 神盾的飞船及时赶到将他救了下来 在飞船上凯恩意外见到了主动自首而被关押的强哥 原来他是为了救治重病的女儿才不得已出卖了他 两人兵士前嫌后 决定一同前去拯救朱毕特 另一边 为了婚礼能够顺利完成 次子不惜代价决定正面硬钢太空警署 他释放出无数战锤阻止任何人靠近飞船 健壮凯恩和强哥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上躲 也就在两人顺利突破防御阵列的时候 婚礼仪式也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图穷剑笔的次子刚想强行完成仪式 凯恩和他熟悉的滑板鞋及时地闯了进来 他拆穿次子的阴谋后 成功地将朱毕特救了出来 彻底心灰意冷的朱毕特现在只想回家了 但此时的他还不清楚 他的家人早已经被长子的手下蜥蜴人抓走 所以等他回到地球后 等待多时的手下以他家人的性命为妖邪 又带着他来到了长子位于木星的领地 见到朱毕特的第一时间 长子强行让朱毕特签署放弃王位的生命 并将手上所有财产转赠给他 但朱毕特很清楚 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 整个地球都会成为代宰的羔羊 所以经过再三思考 他最终还是强忍悲痛选择了拒绝 与此同时 被挡在星云之外的凯恩决定孤注一掷 单枪匹马的他毅然决然地 闯进了九死一生的星云 在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的局面下 凯恩凭着强大的意志力成功地闯进来 失控的飞船在同一时间 撞毁了提炼能源的关键设施 并引起了连锁爆炸 接着凯恩炸毁墙体将朱毕特的家人救了下来 在守卫即将对朱毕特动手时 凯恩又用设备将地板撑开 让他脱离了危险 患难见真情的两人各自给对方加上buff后 主动出击的凯恩将所有守卫托住 以便让朱毕特能够将家人安全转移 但下一秒 长子就趁其不备从身后偷袭了他 在他还想逼逼两句时 朱毕特二话没说对着他的大手开了一枪 可突然之间 一根巨大的石柱将地面击穿 来不及反应的两人直接掉了下去 幸好在下坠的过程中 两人都靠着两侧的掩体救了一命 另一边的凯恩见状刚想前去营救 但蜥蜴人没给他机会 他用尾巴缠住凯恩的脖子 带着他朝着高空飞去 等到凯恩挣脱束缚后 两人一路从天空又打到了地面 然而最终还是凯恩技高一筹 四处逃生的朱毕特悲催的又被赤子打了个正招 赤子两棒锤下去将他锤翻在地 眼看着朱毕特陷入死亡边缘 赤子也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的母亲竟是被他所杀 就在这时 整个平台轰然倒塌 猝不及防的两人再一次先后掉了下去 神兵天将的凯恩及时拍马赶到 又一次救下了朱毕特 靠着万能的滑板鞋 凯恩带着他在活海里惊险穿行 赶在新门彻底关闭的同一时间逃了出来 故事的最后 朱毕特带着被抹除记忆的家人回到了地球 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本的模样 他还是那么专业地清洁着马桶 而唯一不同的是表面刻薄的家人 背地里却偷偷买下他看中多时的望远镜当作惊喜送给他 在他工作之余 他也会偷偷地跟重新拿回翅膀的凯恩约会 并穿着他万能的滑板鞋 巡视着独属于他的地球灵土 对吗 谢谢观看